为什么上下楼梯会觉得膝盖卡卡的 看完电视看完电影之后觉得双腿很难伸展开来 你有没有遇过以上的情形呢 哈喽大家好 我是营养师也是你们的草本精灵Breeze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认识关节 什么是关节呢 关节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连接 让我们可以行动自如 比如说我们可以灵活的掌动我们的手掌 随心所欲的从事我们喜欢的运动 它是工作的 那如果没有了关节 我们就像一个僵硬的娃娃 5把活动 那么神奇的关节里面到底有什么呢 机器如果用久了 那齿轮的磨损就需要润滑液的帮忙 才不会导致机器的损伤 那么我们的关节也是一样的 那我们的关节当中除了有滑液之外呢 还有滑膜还有关节软骨 那滑膜就是分泌滑液的地方 滑液可以降低关节的摩擦 让我们的关节自在的活动 那关节软骨同样也具有降低关节摩擦的功能 如果软骨磨损就会发生发炎反应 也就是耳熟能响的退化性关节炎 而软骨的主要成分则是胶原蛋白 葡萄糖胺和水分 这就是为什么市场上针对膝盖的产品 有胶原蛋白和葡萄糖胺的成分 那说到营养保健品 一定会联想到 长春护结磷 那长春护结磷富含软膜萃取 水解蛋黄萃取 海藻钙质和姜黄萃取物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一些原料怎么帮助我们的关节 那软膜萃取物它可以帮助提供关节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和弹性蛋白 而水解蛋黄萃取和海藻钙质也对于符合健康发展有帮助哦 那还有 平时我们在运动的时候会觉得关节的地方有一点疼痛 那是因为软骨受损而产生了发炎反应 那姜黄萃取物可以帮助缩缓疼痛的不适感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可以增加肌耐力来帮助关节的保健 因为肌肉和骨头可以分担身体的重量 不让压力都压迫在我们的髋关节 我们的膝关节 还有我们的脊椎 所以保持正确的站姿和坐姿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知道吗 退化性关节炎不只是年长者的专利 那对于体重过重 坐姿站姿不振 还是爱穿高跟鞋 还有脊椎受过伤的伙伴们 患上退化性关节炎的几率就会增高许多 那如果你被关节的问题困扰着 刚刚草本精灵提到的关节保健方法 不要忘记哦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啦 喜欢草本精灵的朋友 记得按下订阅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下一次的分享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 拜拜